好 再來看一下國軍採購 現在又增添烏龍案嗎 先前蔡總統在臉書上放上 國軍的新裝備 卻被立委質疑說 阿兵哥的手套 是不是在大陸淘寶王買來的 因此質詢了軍備局局長 而局長回應當中可能有誤會 他說要再好好查一查 目前在淘寶網上面 其實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局長我這邊要問了說 為什麼會選這個品項 到底是什麼東西 能上中國大陸的淘寶網 就能買到 軍備局長被問得一臉尷尬 答案揭曉就是 國軍最新裝備中 阿兵哥佩戴的特製手套 竟然來自對岸網拍 你們知不知道它是中國的產品 還是說台灣這邊 沒有一個可以替代的對象嗎 這部分只是我們現在 在研發我們選的選項之一 並沒有完全是用這個公司 未來我們量產的時候 所以我們用合約的部分 這是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方向 儘管軍備局長解釋是民間廠商 勿用示意圖 更重申國軍絕對不會使用 中國製產品 但這件事情卻意外扯進總統蔡英文 原來蔡英文臉書上也轉貼了 這張照片 原本是好意鼓勵國軍裝備更新 沒有想到瞬間漏氣 上淘寶網實際搜尋廠商名稱 還真的能找到和國軍照片上 同款手套 立委須永明更加碼爆料 先前在高雄舉辦的國防工業展 離頭展出的戰術手套 也是來自同一個中國品牌 但國防產業先前才喊出要花50億元 提升個人裝備 沒有想到還是在小細節蠟茶出包 記得中之偉 陳玄 SNG小組 台北報導